好那我來分享我上誕季找那個靈敏度的心得 這是參考國外一個影片的 那我覺得過程你不要太認真秒 你就隨便一點 他方法是拿小幫手甩這兩個把折頭 然後如果你覺得 就你沒有抱頭可能過頭的話 你就調低一點 如果你太前面像是你打到這裡 那你就調高一點 不一定一定都是會一直抱頭 你就找哪個靈敏度 你覺得 隨便瞄的那個抱頭的頻率比較高 那你就用那一個就可以了 你就自己慢慢找 啊 那是開進的 啊還有另一種方法是 你拿一個連發槍 然後你不一定拿 你就隨便拿一個 然後你站著他 你這樣去瞄那個頭 看會不會 跟不跟得到 因為有時候會 你進中遠都要瞄不看 你看這樣能不能完整的跟到那個 頭頭 然後這是近的 然後 中距一點的 你也是用腰射去瞄就好 像我現在感覺其實我還是有點太快 不過不要太離譜就好 就是你能做到這樣的動作 一邊左右移動 然後一邊跟著他的那顆頭就可以 然後比較遠的再瞄一次 這樣會太遠嗎 好像有點太遠 一樣也是腰射去看就好 反正你就跟著 你單點甩槍你就用小幫手剛剛那個方法 阿跟槍你就用現在這個近中遠的去看 好我就是這樣找的 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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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